我已经来到了香港抗护馆 就让我来给大家参观和介绍一下吧 香港抗护馆在1944年正式清建 在1980年正式开幕 香港政府之所以上架这个抗护馆 是因为那时俄罗斯在1950年 画下了第一颗援助卫星 让很多香港人对抗护有了不小的认识和兴趣 香港抗护馆建地8000平方米 因为它拥有一个党型的外国建筑 所以很多市民都称它为波罗吧 这里分为地下的一流 地下分别有检浪厅、范领寺、养港厅和礼品店等等 而在一流这有核红圈天象厅、半世处和检浪厅 在太空馆其中最特别的侧色就是核红圈天象厅 其实它就是菠萝包的内部 拱形的荧幕让观众有一次深处地的真实感觉 太空馆更定期改变破范的影片 主题各式各样 例如有动物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太空的演员 只是买一张票就可以吃身处地的感觉到太空 更有助加薪我们对太空的认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ñ Arc Ondora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